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幸运星 我是股市幸运星 华冠投顾林总林姓荣林老师 今天真的是好高兴 因为全体信心家族所在场顶里 为什么呢 今天我告诉你 今天我告诉你主流有出现 主流有出现 并且今天买点也有出现 我们回顾一下大盘 我想昨天就好 昨天我是不是跟大家说 等一个字 昨天大盘只有一个字叫等 今天大盘呢 也是只有一个字就在这儿 来全体信心家族帮老师做监睁 我是不是在这里买 就一个字叫做买 那全体信心家族 我们现在是不是三个字叫做掌庭板 锁在掌庭里可以去度假 为什么今天我动手了呢 因为今天不是人工盘 今天是大家有人在跟进的盘 有 从这边上下去之后 我告诉你很多主流 我看上的主流开始有大单敲 那种东西不是这个我们讲控盘者喜欢买的 不是什么金融股啦 也不是什么那种什么中钢啊 定格格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现行 基本上OTC昨天就已经有征兆了 OTC昨天就有拉了 但今天开高杀低 然后呢尾盘再拉上来 好 那这个已经不是重点了 因为已经止跌 止跌的过程中今天一定要 再杀一刀叫做破底翻啊 我们来看今天 来 我说昨天我就是要破低 我昨天跟他讲 我就是要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有差 我说破前低对不对 然后老师是不是跟 昨天跟你说 滴答 滴答 倒数计时钟 如果今天能再破它一下 然后往上拉 那个就是绝佳买点 对 来 所以我们今天破咯 今天低点有破 有破哦 跟大家报告 8 3 4 5点 Oh my God 大家开始砍了 我就开始买 这就是所谓的买 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自然可以锁在涨庭里 自然可以锁在涨庭里 而且好便宜 好 现在重点来了 要留意什么样的股票呢 我们礼拜六 礼拜天 信不信老师呢 会开一个所谓的 金马财神线上演讲会 那么老师有两年 没有办演讲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两年来 说实在 证所税的问题 弄得我也不太想办演讲会 我们就顺顺做就好 因为没有多大的行情 所以也不用办演讲会 但是来到了 后证所税时代 没必大家还是对证所 所以有所恐惧 觉得说没希望 但是你要知道 修正案是通过的 通过了之后 虽然现在没有量 但是我告诉你 过前一阵子 老师推的一些案 我们讲的一些企划案 进来的大部分 八成都是大资金的朋友 也就是说我们讲 不是中石户 是比中石户 再少一点点资金的 几千万资金的 这些人已经归对了 但是呢 接着我跟你讲 慢慢慢慢的会有一些人 慢慢的归对 所以后证所税的时代来临 代表着2014年 会有财神爷来报道 也因为有行情 所以老师呢 再怎么忙 都要跟大家相见欢一下 咱们在线上见 礼拜六 礼拜天老师要举办 金马财神演讲会 演讲会要告诉你 我说过股票 为什么会涨 演讲会告诉你 那我们简单带一下 整个架构 那我们想现在在台湾做股票 绝对不可以 感觉要一定要专业 专业是基本的 技术现行要稍微了解一下 第二个就是你消息面 一定要灵通一点 我昨天特别举巴菲特当例子 你觉得巴菲特 他很喜欢买最低 那请问你怎么知道最低 什么叫最低 就是那个低点出现之后 有点像那种 今天我的买 今天我们讲这个大盘 什么叫买最低 最低就是这样 最低就是这样 买下去有人拉上来 有人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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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买最低 那叫买最低 好 那如果像昨天的盘 为什么我昨天不买 来 你说我要买最低 还有更低 哇塞 还有更低 对不对 那今天还有更低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最低 你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哪个最低 Bingo 这就是重点 老师要演讲会 就告诉你 消息面 有关QE3的消息面 有关台股的消息面 有关个股的消息面 这个叫基础 我不是完全靠技术面 来带股票 因为技术面 好像大家都懂 那有的时候 是盘感的不一样而已 我们讲技术面 跟筹码面 技术面是让你找买点的 但是 我们讲买点你敢不敢重压 有没有信心去买它 那真的要靠一点消息面 要靠消息面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讲第一消息面 第二技术面 第三要懂得重压 才有办法去造就一个 我们讲好好的去 真的叫做大转一担 买一张你不好走 要看就要重压 要转就是要重压 像之前信心老师给的 这个我们讲 9月份的主流叫做 穿戴装置 长天 GPS有三天 我说9月份我就跟大家说 它未来会叫小后 有没有叫小后 就这样喷出去 这样很棒 80% 在9月份 大家在恐惧的时候 我跟你说 可以 然后 3454的精锐 就是在什么时候 马王正正的时候 我跟你讲 OK 不景气的时候 有股票会特别景气 10月份涨到12月 这个主流就叫做安控族群 包括今天3078的小侨威 都还在涨 安控族群 我说10月份开始涨安控 再来呢 其有 对不对 10月份我们讲 看一下 10月份涨到12月拉回 那后来因为12月 因为美国有 这个暴风雪 所以导致 我也说过 这个安控部分的订单 被压下来 那我也 第一手消息 马上带会员 全数获利了结 现金塞金库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 损失一定要极小化 获利方能极大化 消息面中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你比人家早一手 得到消息 你当然就敢重压 巴菲特也是知道消息 然后他去买那最底部啊 对不对 那才是真正的底部啊 不然你接雕下来刀子 你就闭着眼睛接 接到你手软 3673的TPK 那低还有更低啊 你接到手软吗 请问你要接到民国几年 你要接到民国几年 对不对 那其实从 从600我就跟你说 这个不是600 我记得在400多 这里一次 这里一次 然后300我再讲一次 然后他跌到最低150的时候 我跟你说他会反弹 后来弹到170 对不对 好 这个都叫反弹 这种东西就不是 不是我们所谓的买在低点 什么叫买在低点 他自然有他的消息面 当然有人愿意拉抬他 他才会是最低点嘛 那为什么主力要去拉抬他呢 那因为未来他业绩会好 所以你知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更好 假如一张股票跌到这样见股了 然后呢 未来你又知道他财报好 那他是不是会上来 你当然可以在这里买 不然你这个都盖起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 哦 蝶生哦 好便宜哦 哦 买哦 哦 买哦 哦 买哦 然后在这边堵掉 阿菲特都会变乞丐了 懂不懂 好 那么拉回来 所以主流族群很重要 为什么它是主流 因为我说过 涨停就在需求里 它为什么是主流 因为卖得好 因为需求好 因为报表好 并且是未来的报表好 我说股票是代表未来的价值 好 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下 11月7号我送给大家 台股西游记藏宝图 那个时候也是很惨 很惨的时候 我送你很标的股票 那时候我跟你讲 股市刚好这样 棒下来 是杀盘的哦 但是老师说 这是一个多头架构的股票 的股市 在盘台妹涨的时候 有股票会先标 496我的商店间 白纸黑字 我送给全国投资朋友 短短的 不到一个月 大概十几个交易日 喷了12个涨停板 我在一把 11月7号送给你 11月8号你可以买 134 然后11月 11号涨停 12号涨停 13号涨停 14号涨停 震荡一下又开始 1234 就全部都涨停 全部 那我也不再赘述 这个已经是老菜了 我们获利了解了 全体信息家族 都有的菜 对不对 好 那么商店街涨完之后 我跟你说 Twitter网购涨完了之后 你要留意什么 心骨啊 咬咬啊 来 我们讲的1256的鲜活 这个我是不是在金马奔腾金标谷送给大家的 有没有标上去 那我是不是说我们获利了结现金塞金库 我说我吃鱼头吃鱼身就好 我不吃鱼尾 那如果鱼尾你想吃 有肉你去吃 但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不去 我不去 因为我说过嘛 干嘛为了一条鱼放进整个海洋 海洋里有很多大鱼啊 为什么就一定要吃那个鱼呢 五锅鱼有刺啊 刺很多啊 四目鱼有刺刺很多 那个淡水鱼 我带你去大海去捞大鱼 不是比较快吗 所以捞大鱼的方法是什么 我在金马财神演讲会会告诉你 那么在演讲会里面呢 我会给你一个大盘推背图 或给大家一个大盘推背图 什么叫大盘推背图 我跟大家稍微剖析一下 因为我很注重趋势 当趋势 就是说要跟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假如这个盘未来 会是所谓的大多头行情 那我呢拉回 当然是叫你买 我不会说我拉回给你放空 那嘎到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一讲要赚就赚大的啦 那那个叫小钱我没什么兴趣 好我们来讲大盘推背图 未来我会给你一个大盘推背图 会告诉你到2014年Q1 来会给你一个大盘推背图 到2014年Q1 会到几点 涨到几点 在什么时候涨到几点 那最近会怎么震荡 我会在金马财神演讲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线上要赶快报名 赶快报名 除此之外 这里有一份 金马财神标股集 金马财神标股集 那么老师的资料 大家应该都拿过 拿过的 你们发现好可怕 热钱标股特工队给你的事 仰天长啸 长天 对不对 在9月份 那么10月份我带进金瑞其友 11月份我给你的是 我们讲 那个叫西游记藏宝图里面的 shopping mall商店街 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最强的 而且是从鱼头吃到鱼生的 你想吃鱼尾也行的 那么12月给你的是金马 奔腾金标股集 那么时序来到11月底 我要给你的是未来 也就是2014年第一季的主流 主流是什么 这边代号写 太 L B 跟 之 我等一下告诉你们 先进个广告 那么进广告之前呢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份资料 我会在演讲会 报名参加的 我会送给他 给你的就是 太 L B 之 好 那么呢 四大族群 金马线上演讲会 礼拜六 礼拜天 线上随点随看 你可以在家里泡个咖啡 好好的重复看定格看 Anyway都可以 所以会给你明年走势图 节目里会明年走势图 还有会告诉你主流族群 然后会主流族群里面挑选最标的股票 美籍党赠送 赠送给全国投资朋友 那么呢 我们基本上免费 但是有限额 我说过 我们讲消息有时候是这样 越少人知道是越好 我也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免得有时候我们讲 这个 太多人一起分 大家就会比较吃不饱 那我们呢 知道了之后 也不要到处 给老师哄嗓 那我们呢 知道了之后 要讲说自己赚就好了 有时候这个时候不能博爱 那我们卸500名 那我们这个基本上额满 我们就close 那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 进个广告带我回来 谢谢 幸运之心 在华冠 永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 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 幸福的恋爱 幸运之心在华冠 永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团技巧 快很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 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珠 海洋丢心 part 2 2625-8880 很期待明年的到来 因为我可以看得到 很多新鲜巴菲特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我们讲 金管会还有一件还没射出 那一件其实有足以把成交量给搞大 那一件是什么 第三件 来 献鼓当冲就要来了 1月6号 今天几号 所以时间已经倒数即时钟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 已经两年没办演讲会 那我说过 很多人都这样说 老师是钻石级老师 那老师也是华冠投顾的总顾问 有一点点忙 但是在摆忙之中 我还是必须想办法服务全国投资朋友 但是老师本尊实在真的 没有办法台北高雄台中 这样全省走透透 因为真的太忙了 那没关系 因为有很多投资朋友 这个在老师之前是有办演讲会 然后很多投资朋友来参加老师演讲会 但是参加的时候都只看老师本尊 忘了看股票 那很多投资朋友就是 只是为了目 就是想看看老师 Anyway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讲政经的 看老师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掌握主流 因为这一次的行情会来失雄雄 来失雄雄 那么所以在演讲会里 我告诉你股票为什么会涨 因为里面有人 股票为什么会涨 因为里面有钱 钱到底在哪里 QE到底会不会退场 我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消息 我知道 一分证据一分化 QE到底会不会退场 好 那么呢 第二个是基本上 我要给你新主流 新主流 新主流有 这一些 太LB 大家知道太就一定是太阳能嘛 L就是LED嘛 那为什么我说太阳能跟LED会是新主流呢 它们主要的重点是在它巨头之价位 它巨头之价位 你可以去摊开太阳能LED的线型 两年没去 而且是砍到建谷 这叫做超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我们讲的经济学里面的猪王理论 就是所谓的减产 基本上太阳能大家 我们讲个太阳能好了 2013年 就是今年 在大概在5月 1到5月之前 我告诉你 美国的好库倒了 大的太阳能场 那么呢 德国的Conker倒了 那么呢 我们讲大陆的江西赛德倒了 所以有很多太阳能的主要的大厂 它收山了不玩了 因为它规模越大 它亏越多 这样凹了好几年亏了 那这叫猪王理论 就是说有人倒了 那当然了 剩下的撑着美岛 一起我们台厂好厉害 剩下的美岛 美岛的到底有什么 哪几家业绩会比较好 还有线型比较漂亮 我在资料里 来 金马财神标古籍资料里面 这两档就是太阳能 一个我给你上游 第一档叫上游 第二档叫中游 大家记得老师之前在讲太阳能的时候 我跟你说你要留意上游跟中游 因为它比较具竞争力 那太阳能除了我们讲减产的过程中 欧洲那边需求很大 日本那边也急着有换装潮 那么又不跟大陆买 因为大陆他们在请销 所以呢大陆必须透过台湾的 我们讲太阳的模组 甚至电池之后再往外销 销到这个我们讲欧洲啊 甚至美国 所以台厂基本上突然间一曝时寒 现在驾动率是蛮窄的呀 OK 上游跟中游都蛮窄的 所以我只给你两档 所以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超叠 具价值性的钛 第二个是L LED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去看过 我看见台湾吧 大家看了都好感动对不对 出来第一句话 我一定要环保 所以环保是未来 我们讲不论是台湾或世界各国 都是很重视的 因为地球真的只有一个 那LED的话基本上 在现在也是算是旺季 所以呢因为要过年要干嘛 大家都想要大扫除都会换嘛 那这时候换灯具 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换LED的 所以在这里LED也差不多成熟了 所以我给你LED的 那我给你的LED也一样 我给你上游的累金厂 中游的 我们讲上游的精力 然后还有累金厂 还有下游的封装 我各给一档 我挑最精致的 挑最精致的 轻易轻易轻轻的那一种给你 要给就给最好的 好 那么再来呢 是所谓的资产 我跳过去这个B B这个很好玩 这叫做古门独七 古门独七 你知道吗 老师之前带的 9月份3431的长天 他是做什么呢 高米丸表穿戴装置 是不是古门独七 是啊 而且他来做西土 对不对 好 叫古门独七 古门独七 你就是筹码很少 然后大家都想要 他是不是喷得很快 对 还有谁是古门独七 4965的商店街 他也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支付联 第三方支付概念股 我们讲网家 PC home的小孩是 4965的商店街 商店街的小孩是 是谁 支付联 支付联就是 台湾最大的第三方支付 还有一个是 Oh my God旗下的欧富宝 这样有概念 就真的存了 就只有这两个 那将来福茂协议 如果过了的话 这两次都还会再动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 有点远了 那这代表什么 古门独七 唯一或唯二的 了解吗 所以这个B 这个B到底是什么 我在演讲会提 如果等一下有时间 我会讲 这个B 我讲英文叫 Bitcoin Bitcoin 好 那么呢 资 所谓的资产内果 也洗很久了 我们说 财政部长之前说 股市是 那个什么 房市是芭蕉 然后股市是樱桃 那之前是肥了芭蕉 瘦了樱桃 以后樱桃会肥 樱桃会肥 那你知道吗 芭蕉是实体的房子 而股市是 我们讲的是票券 那么你看 实体的房子已经涨上去了 票券却被压着 我是指资产类股 包括银件 包括资产 包括银行体系下的资产类股 银行买了很多资产 尤其是寿险类 我也跟大家报告 那么IFRS下去 我们讲的 市价入账 还有其实 大家记得吗 我记得上礼拜报纸也有灯 还有政府也有宣传说 这个上市上柜的公司 特别就上市上柜的公司 明年第一季不动产 不动产 市价入账 但是用市价 就是公允市价入账 那它会怎么样呢 如果说我明年开始用 公允市价入账 我跟今年的第一季去比 2014年第一季跟2013年比 你会不会是有很大的差价 当然会有啊 以前是照成本 现在是照市价 那你报表会很漂亮 但是为了怕 我们讲稳健原则的话 政府特别讲 那你这个 这个什么 涨上来的东西 不能列入损益表 你必须列入我们讲的 盈余公积 Anyway OK 但是它不能配股 那列到盈余公积 你报表会很好看 但是如果2014的第一季 跟2013的第一季 这一块是增值的 是可以列入损益表 只有这一年特别 Anyway Maybe你大概听不懂 但是你大概要知道 就是说市价跟 公允市价跟所谓的成本 它有一定的差价 那叫增值利益 投资的增值利益 这个下去吓人 所以啊 这个第三个重点 就是政策作托 也是从明年开始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说明年财神会来 你有沒有发现 你有沒有发现 第一个第三件 限股当冲 会让你的成交量 up up 然后呢 它也要想要让 公司的财务报表 真的可以端得出牛肉 你才会来买股票啊 那么所以 你有沒有发现 哇 这真正这个盘 阿伯不知道 不知道要给我发现 所以我才要办演讲会啊 那我没有常办啦 因为已经两年没有办 我觉得天时地利 人和都到了 那么所谓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好 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叫挖矿机 就是在挖bitcom的 就是挖比特币 它是一种数位 数位的 数位的货币 虚拟货币 但是这个虚拟货币 很好玩哦 前一阵子91.4个比特币 去买了 KELSLA的车子 成交耶 你知道吗 那那台车子10.3万 折合台币是310万 一枚比特币 大概可以换3.4万的台币 那你知道之前 比特币有多小吗 是一枚比特币 换0.0008美元 现在比特币有多少 什么换呢 一比特币换9000美元 天啊 因为比特币很难挖 很难挖 它必须透过特殊的晶片 还要去买这个挖矿机 我告诉你 如果之前有人先买这个挖矿机 挖它10个比特币哦 削爆了 你知道报酬率有多高吗 112万5千倍 我再讲一次 112万5千倍 这是不是有点像挖金矿 当然啦 日本最近有大妈 在疯狂的想要这个比特币 而不是日本 中国跟法国 但是美国跟德国 这种先进国家 是承认这个货币的 听清楚 所以呢 台湾我告诉你 做这个比特币的主机板 我们全球占了七成 你不知道是谁 对不对 演讲会再跟你说 那么呢 演讲会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名额有限限500名 那名额一到就close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贝卜 对 省水器材轻松省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good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幸运之星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横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幸运之星在华冠 荣华富贵跟着来 华冠投顾林总不问 扎实的分析能力 精准的解盘技巧 快横准的操作手法 把趋势当永远的情人 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 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 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 速播幸福热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黄犬病全球普遍存在 提高警觉和有效预防 被动物咬伤 请立即冲洗伤口及就医 经医师评估 需要打疫苗的人 一定打得到 咨询请播1922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交薪资所得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请加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讲可捐赠 方便又环保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你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香冲